天天话题才经专栏有美国澳西国际金融 黄海地与您一起谈 可约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天天话题之财经专栏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特需理财顾问黄海地女士 黄女士您好 爱妮您好 黄女士我们知道说现在美国的这个通胀率是持续地在上升啊 已经达到了这个十多年来的这个最高峰 对 我想首先请教您这个能不能和我们分析一下 到底美国目前这个通胀的这个原因呢 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通胀的原因当然首先跟疫情是有关系的 那在疫情之下呢 其实现在最严重的几个问题 第一供应链我们都知道非常的混乱 现在是这个怎么说呢 特别是在我们洛杉矶 我们看到这个洛杉矶港以及这个就是长滩 所有的地方 就是那些船呢都像小鸡木一样的停在那里 然后所有的货物呢都下不来 所以呢这个供应链其实因为由于这个疫情 所造成的原材料的上涨啊还有这个人员就是劳动力的紧缺啦 以及呢这个周转的环节各个方面总而言之就是混乱的 再加上这个购买这个能力其实是增加了的 所以呢大家需求又增加 可是这个货物呢又供应不上来 所以整个来说就是这个供应链是一片混乱 当然我们也看到呢这个能源的成本 我们也看到在美国这个油价 也是十几年以来最贵的 特别我们加州 我们加州什么都是第一名 这一次这个油价也是第一名 当然我刚才也提到劳动力的问题 也就是说劳动力市场现在也是非常紧缺 第一个呢在疫情之后 在疫情中间的时候呢 因为政府的很多补贴造成了许多人呢 都觉得拿这个补助或者这个失业救助金 比来上班更好一些 那么现在虽然联邦的失业救助金 以及各个州的失业救助金 都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那么方便了 可是已经改变了人的生活习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能够在比较安全 或者甚至在家上班 所以现在呢劳动市场是非常的紧缺 那么这样一些情况下呢 就要增加这个薪资 现在是按小时算很多地方都要提高薪资 来找这个劳动力 那这种情况下 第一我刚才讲了 供应量非常混乱 第二原价 这个原油也就是说这个 这些的价格的增长 甚至像这个建筑材料的这个成本的增长 引起呢房价也在增长 所以整个就是一片混乱的这样一个情况 真的不仅仅是美国 其实现在全球整个这样的情况都是混乱的 那么所以呢这个通胀呢 可以说在几十年以来 美国现在是最严重的 那我们看到9月份最后的数据呢 是涨了差不多 也就说这个物价消费指数的成长呢 大概是5.4左右 可是我们要知道 美国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 这个keep在2%的 当然现在呢 这个联储会也好 还是财政部也好 特别是财政部长耶伦呢 认为呢 现在这个通货膨胀 还是可控的 还是暂时的 他认为呢 在明年2022年的下半年 应该会得到控制 也应该会回到2%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美国的经济状况 就是说经济的这个服输 或者说经济的增长 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 而通货膨胀呢 还是排在第二位 现在的情况 我知道其实现在我们很多老百姓 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退休问题 您觉得这个退休金 会不会也受到通胀的影响呢 它也会受到影响了 其实这个通胀的最大的影响 就是所有我们手上的钱的购买力 也就是说以前的100块钱 因为通胀 你想买不到以前100块钱的东西 我们同样拿到100块钱 到超级市场 美国最有感觉的就是Costco Costco的肉涨了 Costco的水果涨了 Costco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涨了 但是Costco有一样东西 现在还坚持没有涨 就是那个烤鸡 那个烤鸡4块9毛9 现在还没有涨 那再就是呢 我有观察到鸡蛋没有涨 我讲过好多次 Costco的鸡蛋没有涨 所以鼓励大家多吃鸡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如果是通胀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我们就会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手上就是那么多钱 可是如果物价指数一直在涨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购买力 实际上就在下降的 那再加上呢 现在利率也非常低 到银行去存钱 利息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如果我们要维持 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个 钱的原有的这个购买力 或者是说 要保持我们将来在退休的时候 我们这些好不容易 积累下来的这些钱 这些资金 这些财富 能够在我们退休的时候 还能够支付我们相应相同的 这样一个生活水准呢 其实是非常困难 对 另一方面关于这个退休账户 会不会也受到这个 目前拜登税改的 这个方面的影响呢 太有了 我们这是哪户不开提哪户 因为这样子讲 就是说在这个9月份的时候 民主党或者说这个拜登总统 我们提出来一个税改的 这样一个提案 当然现在这个提案 最后还没有经过两院去批准 或者是说 还没有正式成为一个法案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 很多内容都会有改变 那么这些改变呢 除了在税上面 收入所的税 最高税率有些提高 从37%到39.6% 那么这个公司的收入所的税 也会这个从原来 川普总统在的时候 的21%可能会调到26.5% 当然这些呢 就是说我们都会看到有些变化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最严重的就是遗产税 那遗产税现在是1170万 每个人的截免额度 那但是这个民主党提出来的 税改的这样一个细节呢 是希望这个就是遗产税 或者争议税 终生争议税的这个截免额度 再回到500万 那除了这个以外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 最大的影响是退休金 我们知道呢 这个退休金呢 其实天天都看到的 其实就是什么IRA RAS IRA 还有就是这个41K 这样一些 就是说民众使用最多的 那么这一次税改呢 其实对这些 不管是IRA RAS IRA 都有一些影响 以前我们知道 如果夫妻两个没有任何的公司的 退休金的这个sponsor的plan 也就是支持或者资助你的这个计划 无论你赚多少钱 这个traditionalIRA 你都是可以开的 而且呢 你还是可以照样抵6000 如果50岁以上 你还是可以抵7000 所以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呢 是说如果你的这个IRA账户 traditionalIRA加上你的RAS IRA 加起来已经超过1000万美金了 而且呢 你的收入又可能在40万 或者45万 夫妻两个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你就不能够再开 这个traditional的IRA 对 是是非常感谢黄女士 要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的资讯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度广告 广告过后呢 我们再来继续今天的天天话题 不要离开 天天话题 才经专栏有美国澳西国际金融 黄海地与您一起谈 可约赞助播出 感谢黄莱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特需理财顾问 黄海地女士 黄女士 我们刚才在这个休息之前呢 是谈到了关于这个退休账户啊 受到这个拜登税改的一些这个影响 这方面能不能请您继续 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呢 好的 其实哈 我刚才谈到的就是 关于这个traditionalIRA的 将来的contribution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除了traditionalIRA之外呢 其实我们知道在退休规划当中 有一个工具就是RAS IRA 因为RAS IRA呢 它是虽然用税后的钱去存的 那但是如果是在59岁半以后 去提领里面的钱 而且账户已经开了这个5年以上 那你拿出来的时候 年本代曆都是不用再交税的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华人朋友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退休工具 特别是在现在通货膨胀率 这么高的情况下呢 那么这个工具如果你是投资得当 它是非常有好处 因为在税上面有非常多的好处 就是这次税改呢也是把这个门给堵了一下 堵了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呢 如果你的公司有给你这个 就是退休规划的这样一些计划 比如说F1K啊 或者Penshin啊这一类的 那这种情况下 你可能就不能够再开 这个收入又达到一定的程度 那么你可能就不能再开traditional的 就是可以抵税的在一个traditional era 那所以很多人呢就会去开这个Ross era 可是Ross era呢也有收入的限制 如果是单身你超过14万以上 那夫妻两个是20万零8千以上呢 可能你一分都不能开了 所以呢现在就有一种流行 流行呢是什么呢 就是叫做backdoorRoss era 那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我们可能不能够开traditional era 那我们就去开一个non-dedattable的 这个Aira账户 将来呢我们再走个后门 那再把它转到这个backdoorRoss era去 那其实公司很多公司也是一样 F1K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上限 比如说19,500 50岁以上的再给你加一点 但实际上呢你要check一下 你公司的F1K永不允许你用这个 就是说在before tax dollar 也就是说在税前的这个contributing 做完了之后能不能做一些 after tax的contributing 因为这一部分呢实际上每个人加起来 就是税前税后差不多有5万多 那如果你是50岁以上的 那加起来差不多有6万多 所以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退休规划 那当然如果你再用backdoorRoss era Mega那就又转到Ross era了 所以这样呢将来拿出来的钱的时候 都不用交这个连本带利都不用交税 那这次税改是对这个东西进行了 这个漏洞的 所以 这真的是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刚才说了这个通货膨胀率目前要这么高 那要维持手上这点钱原有的购买能力 或者在退休的时候要有足够的钱来生活 确实实现在我们大家的一个难题 嗯 是是 其实我们知道说在做这个退休规划的时候 也是要了解这个退休之后一些潜在的这个支出的 对 那我想能不能从您这个专业角度和我们这个观众朋友们分析一下呢 是的 其实在美国这个退休之后 它的开销还是非常大的 不要认为在退休之后 很多朋友已经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就是房子已经付贷了 房贷付清了 其实不会 绝大部分的人其实在退休之后还在付这个房贷 所以呢房子的开销 包括这个地产税 地产税 很多这个退休人员到后期的时候 真的是付不起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税 就啊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些州它不是根据你当初的买价来订这个房地产税 而是根据现在的Fair Market Value 市场价 现在的市场价 所以这样一来很多人 就是很多年前买的房子 现在房贷还在付 而且呢又涨了价 所以真的是雪上加霜 那除了这个以外 退休人员的生活其实还有一部分费用 那就是医疗费用 虽然现在你可能有红兰卡 或者你还有其他的一些补助计划 可是还是有非常多的费用是医疗费用 最重要的呢就是长期护理 如果说这个已经年龄比较大了 吃饭走路穿衣 日常生活活动当中 有很多都需要来照顾 所以他如果又没有买这个长期护理险的话 那么这也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 还有啃脑竹 小孩子呢出去之后 因为我太有体会了 昨天我儿子跟我打电话说 妈妈再给点钱给我 所以呢 这个小孩子的一些 就儿女的紧急的资金的需求 有的时候也会找父母再支持一下 当然还有一些就是 如果是夫妻两个有一个已经 这个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 或者去世 那么这样一些情况呢 都会影响这个退休的生活 是是真的听起来这个非常的这个形容 是 那我想黄女士请教您一个问题 那么在目前这种这个通货膨胀的大环境下 那到底我们老百姓应该怎么样来做好 自己的这个资产配置呢 是的 在这个通货膨胀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呢 我们现在其实看到政府还是有一些作为 今年呢这个Social Security Office呢 就把这个Cost of Living Adjustment也就是COA 它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 就随着生活指数的这个升高呢 这个Social Security Office发给大家的退休金 会有一些调整 那这一次呢调到多少呢5.9 调高了5.9 这个实际上已经可以说是在2008年2009年之后 调的最高的一次 在过去的话一般这种调整 COA的调整呢都不会超过2% 因为通货膨胀不会超过2% 所以呢这个社会安全局有条 可是我们只是靠国家 政府来解决这个抵御这个通货膨胀 显然是不够的 当然我们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都就讲到什么都在涨 尤其是房价也涨得很厉害 可是要抵御通货膨胀 房子仍然是最佳的工具 所以呢我们在做资产配置的时候 房地产的配置还是非常的重要 除了这个房地产以外 当然你还可以做其他很多的投资 可是在这里呢 我今天可能会提到两个比较安全 又能够抵御通货膨胀的工具 第一个就是年金 年金那年金呢 第一它比较安全 第二呢它可以提供一个 终身不断的这样一个永续收入 也就是活多久你可以拿多久 其次呢我们通常有的时候 都会把这个年金跟指数 挂钩在一起 所以呢它也应该来说 有很强的这个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 那有些公司甚至还会提供你的成长 就是你的lifetime income的这个成长 给你增加2.5倍或者1.5倍 还会跟你的这个长期护理挂钩在一起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年金是抵御通货膨胀的一个 非常有用的工具 除了之外那第二个工具也是今天我要讲的 是我的专业那就是人寿保险 那如果是人寿保险能够是终身分红型的 有现金价值或者是和这个指数连接在一起的 指数型万能受险相对来讲 它都有这个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 因为现金价值的成长呢 它是不用马上交税 它是这个它是这个tax deferral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积累财富的时候呢 它享用了一个非常好的延税这样的这样一个好处 所以人寿保险在抵御通货膨胀的时候 也具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作用 是是今天非常感谢黄女士 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好的资讯 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天天话题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